老花一美日一达回答一下我们的养花问题 先看这个图片 它的君子兰这个跟表形标似的 裂开了 我看到以后我也感觉要裂开了 首先第一点 我从一月片的下面我就看到它用了这个花盆了 哇塞了花友 你竟然用这种花盆去养君子兰 君子兰是球根类的植物 它跟兰花不一样 你首先了解是这个点 然后它是肉质的一个根系 它对于花盆的一个要求 一定要排水透气 就跟人一样 是个大汗脚 你还给它穿个大皮鞋 结果这个花友怎么说呢 他说让我看看什么病 这几天下雨呢 我也一个星期浇一次 结果就烂根了 君子兰这种 其实像咱们正常在室内的话 这种季节一个月浇一回都汗不死 非常的耐汗 所以说这是水大花园 然后您这个裂开的这个 下面的这种叶片你可以剪掉 它上面还会长 长出来以后呢 我到有时间的时候 我再教给大家那种 如何给君子兰的一个造型 让它长得更齐整 让那叶片更油亮一些 好吧 下面这个花园 珊瑚豆 这说什么我看 我养的珊瑚豆前一段天气较热 现在叶子枯萎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问师父还有救吗 宝啊 你这厉害了 你知道吗 首先几个点 我跟大家说 养花常犯的几个错误 你都犯到哪了 第一个呢 就是用这种大吃盆 你用大吃盆没事 但是呢 你看你这个底座 跟那个吃盆是粘到一起的 咱但凡浇点水 它就漏不出去 导致这个盆里边老是有积水 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就欧根 它把根给闷掉了 根系的一个生长和发育 你必须得落压干一点 它说 哎呦 我找根 再一个呢 你得透气 如果说它不透气啊 这个根系是没办法发育的 它没有氧气 是吧 第一点 您这个盆用不行 第二点 浇的水太多 您看到吗 您现在这个还潮乎乎的呢 养花千万要控水 您记住了啊 这个花 它缺水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它只要不告诉你 你只要看它不反常 它肯定没有事 人家说四叔反常必有妖 它一点都不反常 你又一点不用管它 你像植物一般干吓了以后 叶片会软 会搭了会腻 珊瑚豆不也这个道理吗 第三个点 你错过到哪了呢 没有光照 你放到雾里边养 这是不行的 珊瑚豆是特别洗羊的 你像我姥姥那时候 我们我家里边 我大我大舅母 他们就养的那种珊瑚豆 人家就用沙子 就用个小泥瓦盆 人家就放室外 干不行了再浇点水 刷锅剩下的水 给一点长得好好的 你看你这养的就不行 知道为啥了吗 记住这三个点 盆不排水 水浇太多 山没阳光 嗯 老师您好 请问问 不可以请教您 请问可不可以请教您 我家里的三尾 在叶子上长了好多白色的霉点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图片 我感觉像借窍虫 不过不敢特别的确定 因为没有具体的去现场看 出现这种情况 您就给它修剪掉吧 修剪了以后 就是齐根剪也可以 修剪了以后 正常的一个养护 干了就浇水 期间每当干的时候 花多多一号对水浇一下 就完全OK的 这种没有必要再去打药 再去弄 比较难缠 比较难处理 而且你就算是给它恢复了 它的叶片也不好看 还不如给它修剪了 让它重新长新的 就得不去 现在不来嘛 是吧 老师老花一你好 吴静夏八月底 一定要把花朵修剪掉吗 春天花后 我剪过一波 这是第二波了 虽然说吴静夏新老师开花 我去年剪花剪的比较迟 今夏就有两株吴静夏 枝叶长得不错 但没有完全开花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吴静夏这种呢 在入秋的时候 你到了十月份吧 到了十月份 就是天稍微冷一点的时候 你再剪 你可以重剪一下 没事的 它新老汁开花 确实是的 我不知道您剪的有多重 有多轻 您如果说剪的很轻 都是让它老汁开花 老汁的一个活性 不哇塞 大花秀秀 尤其是吴静夏 新的活性更哇塞 尤其是第二年 春天长出来 那个新枝很厉害的 当花后开完一波以后 你就不用重剪 可以轻剪 然后这第二波花 开的也是比较哇塞的 建议您 就是可以重剪 你的鱿鱼不足啊 拿起剪刀就重剪 只要下面有牙点 上面你就随便剪 但凡啊 您花友 十几块钱买一瓶花 多多二号 你再给上去 开花 哇塞了 新的开山怪说 北方的黑霉病 可以不管吗 晒晒太阳 自然杀菌 可以吗 前段时间 雨水大 发现月季涨霉了 从来没配到过 黑霉的北方 实在不想打 不想打就不打呗 月季你还能把他祸祸死了 只要是咱背房不应于连天 它自然就可以愈合 然后呢 我建议啊 如果说黑霉病比较严重的话呢 您还是适当的修剪一下 如果说您不想打药的话 好了 今天的养花问题呢 简单的给大家回答热了 绝不受机 点个赞 起来养花问题 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整理的妹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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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